沒問題就換你們 農曆十五 夕陽西下 黑牛在哪裡 農曆十五的月亮 何時升起 何時落下 下行月 高掛天空 明暗方位 好 來 第一個 農曆十五 夕陽西下 黑牛在哪裡 來 老師說 第一步 畫地球 畫太陽 第二步 讓地球匯轉 你要畫個農曆十五 黑牛在哪裡 然後呢 在個夕陽西下 藍在哪裡 然後呢 就可以看出來 黑牛在哪裡 這種題目的答案 通常是三個 東方地平線 西方地平線 跟天理附近 頭理附近 畫那三個 可是 賴黃川詩有考過一個 不是在這邊的 那種題目很少 不在這個三方位的題目很少 但是也有人考 賴黃川詩就考過 不在這三個位置 不在頭頂 不在東方地平線 也不在西方地平線 斜掛在天上 斜斜掛在天上 斜掛在天上的題目不多 但是有人考過 好 大部分就這三個答案 好 請問你 停車戰戒問 都解了 都解 那一個是答案呢 請問 好 剛才 0都問過的 0 10沒有 20沒有 問過30也不會有40 這號碼叫做1號 Number one 1號 大小姐誰 1號 1號請起立 帥哥美女 請問你 在哪裡呢 在哪裡啊 不會 男子安大丈夫說不會就不會 來 請坐 答案 來 老師說 第1步 畫地球 畫太陽 我故意畫的跟剛才 不一樣 要告訴你畫哪邊 不重要 第2步 讓地球會轉 好 題目要求 農曆十五 西洋西下 農曆十五 越來越在哪裡 上下左右 右邊 非常好 好 西洋西下 時間是日地人的關係 浪曆十五 叫做 西洋西下的 下面 非常好 問我方位 老師說方位要看誰 地球自轉 地球由西 向東自轉 所以 東方地平線上 所以 東方地平線上 好 農曆十五 西洋西下 月亮在 東方地平線上 請問 農曆十五的月亮 何時升起 何時落下 政府升起 紙葉落下 星辰升起 黃昏落下 我剛剛跟你講過 我剛剛跟你講過 問升起落下的小技巧 找什麼小技巧 連到地球 寫個D 順著轉動方向 升起 落下 順著轉動方向 升起 落下 停車站接 問 請問你農曆十五的 N 什麼時候升起 什麼時候落下 剛才 剛才問的是 1號 21號 21號 舉例 何時升起 何時升起 何時落下 一樣 男子漢大商夫說不會就不會 你錯 你錯了 小朋友你錯了 不是清晨升起 你正好弄顛倒 答案是 老師說 來停停停 老師說第1步做什麼 畫地球 畫太陽 老師說第2步什麼 讓地球會轉 然後看題目做什麼事 題目要求農曆十五的月亮 農曆十五月亮在哪裡 旁邊右邊 老師說問升起落下怎麼辦 連到地球 寫個T 然後我說 順著轉動方向 順著轉動方向 這樣叫做升起 這樣叫做 落下 所以下面是升起 上面是落下 請問你下面什麼時候 下面是白天進 晚上 所以叫做 黃昏 上面是 晚上進白天叫做 清晨 所以農曆十五的月亮 黃昏升起 清晨 落下 可以嗎 好 再來 請問你下弦月哪邊亮哪邊暗 這一樣答案可以背起來 一樣 考試 下弦月 下弦月哪邊亮哪邊暗 下弦月哪裡亮哪裡暗 好 哪邊是亮哪邊是暗的 哪邊是亮哪邊是暗的 11號 11號 惠爾已則11號 11 11 11 有問題 哪裡亮哪裡暗 這邊點 東明西暗 很好 鬆月下 鬆月 老師說第一步 把地球化太陽 第二步 當地球匯轉 第三步 下弦月 上下左右 哪裡是下弦月 右邊 卡中間叫做做 放旁邊叫做 旺 先到叫上弦 後到叫下弦 哪邊 上面很好 上面叫做下弦月 老師說問我哪邊亮哪我就舉頭 旺明月 問方位要看誰 地球 自轉 怎麼轉 游溪 向東自轉 所以哪裡是亮 東面亮 所以下弦月 東明西暗 綜合結論 上弦月下弦月的三個說法 紅鳥 農曆上半個月叫上弦月 下半個月叫做下弦月 說法二 上半月看到 5月12點 看到的叫做上弦月 下半月 5月12點看到的叫做 下弦月 說法三 西明東漫的叫做 上弦月 東明西暗的叫做下弦月 講義16頁 有個知識壞壁 有寫內容 你可以自己看 不是這個意思 好 請問你 我從剛才簡易起到現在 我換過別的方法沒有 沒有 沒有 所以我跟你說 如果你學會了 就一招辦事 闖江湖 所有題目 就是同樣方法解決 如果你不會呢 廢 廢什麼 我去年把方老師帶課 他講是這樣寫的 他就寫 碩月 望月 上弦月 碩月其實不用寫 碩度看不見 碩月 望月 上弦月 上弦月 何時升起 何時落下 何時頭頂不近 好 所以 三四十二個 背他十二個 碩月 碩月 清晨升起 黃昏落下 正午頭頂不近 上弦月 正午升起 紫月落下 黃昏頭頂不近 望月 清晨升起 黃昏升起 那個 清晨落下 紫月頭頂不近 這樣子背 十二個 大概兩個 上弦月 西民公案 下弦月 東名西案 用背 用背 用背的方法 用背的也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有些問題比較難解決而已 聽得懂 很好 聽不懂就跟我 死背 被何時升起 何時落下 何時頭頂不近 被上弦月 西民公案 下弦月 東名西案 OK 老師